当地时间周一 以五党派独立身份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小罗伯特·肯尼迪 接受美国有星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美现任总统拜登对美国民主构成的威胁 比前总统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威胁更大 究其原因肯尼迪称是因为拜登公器私用 在社交媒体封杀他 据CNN报道 由于多次传播关于新冠疫情和疫苗的谣言 肯尼迪的Instagram账号曾于2021年被暂停使用 直到他去年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大选后才解禁 他将言论自由作为其竞选活动的核心重点 去年还曾应美众议院共和党人的邀请 就联邦政府武器化问题作证 周一做客CNN Aaron Burnett's Us France节目时 肯尼迪围绕他的社交媒体账号 在拜登执政期间被封禁一事展开讨论 称拜登此举是审查政治言论 并且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他说我可以说拜登对民主构成了更严重的威胁 原因是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这么干的候选人 历史上第一个利用联邦机构审查对手政治言论的总统 肯尼迪继而补充道 他同意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是对民主的威胁 但他坚称拜登是更大的威胁 他表示如果非要在这两人选出一个 贴上对民主威胁更大的标签 他会选择拜登 因为他认为拜登一直在把联邦机构作为武器对付自己的对手 肯尼迪说 特朗普试图推翻选举显然是对民主的威胁 但问题是谁对民主的威胁更大 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但我可以说拜登总统是因为第一修正案 他同时强调 我不会借此为特朗普辩护 这令人震惊 特朗普还做了很多令人震惊的事情 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肯尼迪称 拜登和特朗普之间没有科比性 对于肯尼迪持续推进选举的行为 亲拜登的民主党人十分不满 称肯尼迪的选举受到了Mega派的支持 认为肯尼迪的搅局将为11月民主党大选 带来不可预测且不利的影响 对于来自外界的攻击 肯尼迪表示 他希望他的竞选活动能够成为无家可归的民主党人 和无家可归的共和党人发出声音的地方 他还表现出对击败两党候选人的乐观态度